結婚後就全身到立家庭已經30年的劉維雲 在买與社會突出 不過後來在勞動部勞動立法電宿每合一下 跟立東亨主業開發方案 中心提上愛的威比 在水峰區水峰老家文化觀光推電協會 丹林主店的宿舊 讓老家特別的北京文化修徒 由客家裡也增加在地人動感 大風和人分享心裡也有一項 製作班長和吉他創作的好處 其實這位今年已經66歲的劉維雲女士 僅僅有將近30年的時間都共獻給家庭 沒有做工作的經驗 在一個機會之下 靠到自己的威度的專程 在島灣主業開發方案之後 還有夠有婚人扣定 可以一邊做工作一邊提醒一年 現在已經穩定主業一年了 一個暈淫之下 有看到他們有需要這樣的一個人才 對我來講就是說 一輩子在畫畫 唯獨什麼材質都畫過 譬如說木頭、石頭、布 各種美材我都有嘗試過 唯獨就是玻璃沒有嘗試過 然後對我來講 我覺得是一個 除了新鮮之外也是一個挑戰 那我 進來之後也算就是一個 輔導就業 因為你知道中高年齡 你要有一個工作機會 也是很少 那我就算是被一個輔導的對象 結婚後到家庭生活 已經十十年的劉委員 在要跟社會突然 不過後來自己努動 沒有努力 發展四月每一天 加立多元主業開發方案 中心提上愛未必 在水峰區水峰老家文化觀光 推特合會擔任主店的宿舍 讓老家特別班典文化 受到UK加益 以及增加在地人工館 那進來之後 我很高興的就是說 我可以花灰所長 雖然這個美財比較陌生 可是因為有一輩子拿筆的 這樣的經驗 很快就上手 那也就在這個單位 把這個平燈推廣給 比如說旅客 來我們這邊可以做體驗 讓我們再結合了環保觀念 把一些廢棄的玻璃品 來做出一些精緻的平燈 當然我們很感謝北溫署 能給我們有這個機會 而且讓我們在這邊 帶動了七位就業機會 那我們非常感謝 今天許次長來這邊參訪 我們也非常感謝他 隨後老闆文化觀光 推電協會理事長科瑞合共 透過新興努動 報道院主業開發方案 創造在地主業機會 帶動的實生涯發展 對一把空氣年去老闆 就推動辦理文化 將有廢棄文化 到最好的程式 正如今 真日本的文創品 記者陳韻偉 彩虹報道 再見囉 請問大家 不會啊 我們就來拍一張